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我是布莱恩 欢迎你们回到每周分享科技新资讯的布莱恩抱你哉系列 本集是第21集了 嗯,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这个节目也制作到第21集了 话说上周看到苹果发表会的消息太兴奋 结果完全讲错时间 下周13号才是苹果发表会的正式时间哦 当然在发表会后也会出一部影片 跟大家聊聊发表会的心得 以及如果有想换手机的话可以怎么选择 嗯哼 本周会跟大家分享 可爱类、社群类以及AI类这三类的新闻 题外话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每周听到我分享新资讯的部分呢? 来到第21集 本周开始会对这个系列进行一些调整 改动的原因会放在最后聊聊 希望大家都能听到最后哦 在开始分享之前 如果觉得每周整理这些资讯对你们有所帮助 也可以点个订阅以及赞 这就是对我最棒的支持与鼓励 希望一下子又可以庆祝破500订阅 嘿嘿嘿 那么首先就来看可爱类的新闻 大家对2022年发布的游戏 浪猫还有印象吗? 我之前看到浪猫可以透过PlayStation Plus 订阅服务免费游玩到时 就直接脑冲下去订阅了 总结来说是一部有点可爱 有点疗愈 又有点哀伤的游戏 之所以会提到它 是因为它即将被改变成电影啦 目前制作这间电影的公司 安娜普尔娜 安娜普尔娜 先前制作过Netflix的动画长片 怪物少女妮莫娜 虽然目前透露的消息不多 但动画负责人表示 希望让浪猫的电影成为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Hope Punk电影 是说题外话 我一开始对这间公司真的没什么印象 直到我查到 这间公司在成立动画部门前 还有发行过《长长狗哄啪》这部电影 嗯 接着来看第二则可爱新闻 你家的猫喜欢吃鲑鱼吗 即使没有养猫 应该也看过许多沙画都画着 猫咪吃鲑鱼的画面 那为什么猫咪会喜欢吃鲑鱼呢 根据这篇文章报道 猫咪的味蕾 可能有侦测鲜味的受体 鲜味是五种味道外的味道 好柔舌 它可以在发酵的豆制品 或者是香菇中吃到 文章分享到 猫咪的味蕾吃不出甜味 而且苦味的受体也比人类少 透过精英定序发现 猫的味蕾有具备吃出鲜味的两种精英 下次你想讨好自己家的猫咪 也许可以投机所好准备一些 具备充足鲜味的食物 话说 猫咪之所以喜欢吃肉条 难道是因为里面的鲜味很足吗 嗯 接着来看到社群类的新闻 你有在使用LINE的相簿吗 如果你跟我一样使用LINE的相簿都是在保存这世界上美好的事物 嗯啊 那么就要仔细注意这则新闻啦 LINE在9月1日开始实施针对相簿上传照片的数量限制 目前官方并没有特别说明这个限制数量是多少 只有强调如果达到限制 就必须要等到下个月1号重新计算上线的时候才能继续上传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已经收到暂停上传的通知呢 接着看到第二则社群类的新闻 马斯克的社群平台X开始与LINE竞争 推出真材平台X Hiring 虽然目前是Beta版 但只要符合认证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加入 同时X也表示会开始收集有关使用者工作历程 教育背景 就业偏好 技能等资讯 来为使用者推荐潜在的工作 看到这里我的内心开始好奇 如果把推特 X当作 嗯哼嗯哼 Hub平台的人来说 像是我 之后这套推荐系统上线后 到底会推荐什么工作给我呢 最后来看到AI类的新闻 美国的报纸巨头Gannet放弃使用AI撰写文章 不是因为他们突然良心发现 觉得好像不能那么快用AI取代人类编辑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AI写出来的内容令人失望 除了会出现一些奇怪的描述外 AI文章也时常犯一些低级错误 像是把足球比赛描述为一种近距离接触的运动 不过看到这样的声明 只会让人觉得 如果未来AI写出来的内容有所改善 公司还是会选择削减人类编辑而改用AI 看来人类还是得在那之前想办法精进自己 或是想办法消灭AI 再来看回到台湾 我们都知道在使用类似ChatGPT之类的对话AI 他们其实都会将我们输入的文字资料拿回去训练AI本身 所以之前才会有什么某某公司的机密资料 因为ChatGPT外流之类的新闻 而行政院最近通过了行政院及所属机关 使用生成式AI参考指引 就是针对台湾的公务员以及公家机关 在怎么使用ChatGPT或者是类似AI时能够怎么使用 以及要注意的官方指南 行政院公布的详细说明像是这样 总结来说就是机密文书不能使用 必须由业务人员亲自撰写 不过封闭式的AI则可以依照机密分级状况来使用 各个机关不能够完全信任AI产出的资讯 不能在没有确认的状况下 把AI产出的内容当作行政依据 使用AI要讲而且要直接揭露 而且承办人员也要进行审阅跟判断 如果有问题可能会被究责之类的 我个人认为这些使用规范 其实也可以适用在各个公司里面 像是机密资讯不外露 还有不要把AI的话当成参考来源 要懂得去验证查证AI生产的内容 毕竟现在AI真的太常乱说话了 最后来看到中国方面的AI新闻 中国似乎松绑了生成AI的审查 百度在8月底把他们的生成AI 文心意言放出来让公众公测 一推出就在中国的App Store上冲上第一名 不过我在想 如果百度跟OpenAI一样 会拿用户输入的内容进去学习 不知道这个AI会不会到最后 变成大型假新闻生产AI 或是AI小粉红 呵呵呵呵 拜托不要 那么本周的新资讯就分享到这里啦 最后想来跟他家聊聊 布莱恩抱你在之后的调整与规划 这个系列从今年4月开始制作到现在 这一路走来有大家的陪伴真的很开心 每次看到影片底下的留言 无论是加油打气 又或是对我用心制作的彩蛋感到开心 应该还不算本末导致吧 都让我觉得满满的成就感 真的真的很谢谢你们的支持 我也想跟大家说 每个人都有可以鼓舞他人的力量 从大家在影片下方的留言就看得出来 话说回到对这个系列的调整部分 从这一集开始会在制作上偏向由影片的Podcast制作 原因是想把更多时间拿去绘制动画影片 希望透过减少这边的影片剪辑时间来提高动画影片的产量 之后无论是布莱恩抱你灾 还是图文创作的动画影片 都还请大家多多指教啦 本周的布莱恩抱你灾就到这里了 大家对这一集的内容 或是这系列改动有什么看法呢 都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 那我们就下周苹果发表会后见啦 拜拜